莲花童子 我从来没听过 人家我到寺庙去问 什么是莲花童子 我问了谁啊 问了李炳南基士 那佛教界的大基士 问了那个慈明寺的圣印 圣印法师 问了慈善师的正观法师 问了慈明寺的善事法师 台中的 所有的我都问了 宝洁寺的景东师傅 我全部都问了 几乎寺庙 我通通都去仓凡 然后问他们什么是莲花童子 没有一个知道的 今天就是讲 我们做莲花童子 后来 我啊 中国 我甘育南州大学 有敦房研究 敦房研究 南州大学 那敦房研究的那本书里面 翻开来 里面有莲花童子 那时候我才说 真的有莲花童子 中国 甘育吧 南州是首都 南州是首都 甘育 南州大学敦房 敦房研究 敦房石窟研究 三一石窟 当中 里面全部都是莲花童子 现在同门啊 有时候去到中国旅行 去看敦房 问他 我们要看莲花童子 三一石窟 他说 莲花童子啊 每一窟都有 不止三一石窟 每一窟都有莲花童子 我在台湾问不到 结果是在中国大陆 你看 证明莲花童子的是中国大陆 结果才知道 原来相关童子 化身童子 莲花童子 全部都是阿弥陀佛那里 画出来 在唐朝的时候 那些 那个儿童就在唱 十个歌谣 就是莲花童子的歌谣 我们这里 那个 陈神师姐 他就会唱 以前他有唱十条 陈神在哪里 你现在会唱几条 唱一条 那还不是跟我一样吗 你以前不是唱了十条吗 我是看着字幕来唱的 我放在荧幕上 我自己用电脑做了一个短视频 这样子 好好好 那请坐 他一共唱了十条 唐朝就已经 童谣 那个儿童 在街上 唱的那十条 全部都是莲花童子 我就知道其中一条 你也是唱其中一条 莲花童子 见金仙 落花虚空 左右仙 这个 唯妙听音 云外听 尽说 极乐 圣诸天 这是其中一条 其他还有九条 陈神有唱过 他有唱过这十条 唐朝时代 儿童的歌谣 就已经有 你看那个 唐渝 夏 商 周 秦 汉 四国 魏 晋 南 北 朝 随 唐 宋 言 明 清 然后就到着 这现在的 人民共和国 历史上 唐朝也是很早 在随朝的时候 佛教那时候才进来 随唐 那时候他们 唐朝的时候 就已经在 唱莲花童子 后来研究 哇 这不得了 宝尚童子 宝义童子 都是莲花童子 莲花生大事 秘教的祖师爷 也是莲花童子 大手印法 先传给 宝尚童子 宝义童子 莲花童子 是 秘教的祖师爷 莲花生大事 这是莲花部 莲花部 另外他也传给 这个 所有的 大手印法 白教的大手印 是 是 阿达尔玛佛 传给 宝义童子 宝尚童子 然后到最后 南州大学 敦坊研究 他写着 莲花童子 他指出 观世音菩萨 大事智菩萨 就是 宝义童子 宝尚童子 他们都是 莲花童子 都属于 莲花部 莲花童子 当然属于 莲花部 那么就是 莲花部 就是 阿弥陀佛 部首 就是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